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沿线都有很多赏音名所 我们今天挑出的捷运站上面 有一些赏音之最 有面积最大 种类最多 历史最悠久 那我就先从JR的捷运 从3000多颗种类最多的大阪城公园站看起 去哪里赏音呢 要去的就是大阪城 Keyboard上又有城又有樱花 绝景了 真的 这个真的是推荐各位好朋友 一定要去大阪城走一走 那这边除了这个环状线 JR它其实地铁也可以到 但是我们如果用JR来讲的话 就在大阪城站下车 这个其实很容易去分辨 那当然我们到这个大阪城 其实你看到这个城郭 是有冷气的城郭 在古城还装冷气 以前武士就在吹 因为从封城秀起到现在 其实中间有雷吉 然后又注荣过 然后又再来就是被24世纪大圣 有稍微被吹 整修过很多次 那我们现在看到是1931年之后的天守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阪城 其实你看它整个有3000多株樱花 爆开啊 说实在话 它那个是富丽弹簧 可以这样去形容 因为天守阁它是有点算重建 所以它用金箔 还有一些绿色的乌瓦 整个呈现出来 还有你知道吗 因为你看跟樱花配起来 真的是绝美 然后3000多株呢 其实你看真的整个它的护城河来讲 它的周遭都种了大部分都是燃锦及野荫 然后又有里荫之垂荫在穿插 所以你看3000多株里面有600多株在西枝丸 就是旁边在迎接贵宾的一个区块 很密集的地方 那个真的600多株 那个其实那种密集的程度看了真的你就会觉得说 这到底怎么看比较好 满满的阴天 樱花的天空 没错 那当然你看这个天守阁 我们刚刚有讲是有冷气的天守阁 OK 还有电梯 所以长辈也很容易爬的 对 所以长辈要上去其实我觉得很容易 然后讲实在话中间有很多一些展示馆 我们不一定要慢慢看 但是你如果做到它的天守 50公尺那个八楼那个高度 是是 由上往下看的时候 你现在不是在看什么 是在看花海 对 从高空来看 然后它的费用是600元日币 所以你如果要登上天守阁是要钱的 要钱 但值得花吗 我觉得一定要上去 因为怎么讲呢 很多人看到说我们这样看一看就好 你要感受到那个君临天下 由上往下再看整个大阪城 然后再看到整个大阪市 那感觉真的氛围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那个钱一定要花 因为它的真的附地大概105公顷 很大 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园的四个大安森林公园 四个大安森林公园 对 走不完 所以如果你到停车场 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火车 那种造型像小火车那种小接驳车 那个花个几百块日币 你就搭上去 其实是轻松再游圆 还有小火车可以搭 对 没错 然后旁边护城河 它还有寓座船 就是它这种像那种 还有沙船 还可以沙船 还可以水面来观赏 对 你坐这个船 虽然大概只有15分钟 日币要1500日币 但是我觉得1500值得 台里三四百块 对 我觉得花下去 到底这么特别 对 而且15分钟左右 你就感觉到好像 那种君主出去寻城的那种感觉 有 非常特别 所以你看还有夜银 晚上也很美 对 所以基本上你在这个大阪城 你根本都离不开 一天都在那里 我都觉得刚刚好而已 哦 我觉得 吉普长第一个搬出这有够厉害 后面感觉不太用讲了 你把绝景都看完了 还可以陆海空同时一起包括了 我觉得大阪城是一个很帅的地标 帅 可是现在有了少女樱花都变得很萌 很柔一点点 对 海陆空玩一整天 真的肚子饿也不想离开 想在附近吃美食的话 小猴这附近有代表性的美食吗 大阪呢一定要吃两个名物 而且我现在想到就口水直流 为什么 哪两个 它是那种热乎乎的面糊 就是章鱼烧跟大阪烧 哦 这都超强的 那提到这个章鱼烧跟大阪烧 这两家我推荐的都可以直接看到大阪城 窗户就可以跳到大阪城 然后吃热乎乎的美食 边吃边赏景就对了 甚至连樱花都一起赏了 而且它离那个大阪城公园站 大概步行都不到五分钟就可以抵达了 很近 那首先说这个立修章鱼烧呢 它跟台湾的口感真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去夜市吃的章鱼烧都比较小颗嘛 而且煎得恰恰 外皮比较酥脆 里面湿润的部分只有一点点 可是呢 这一家立修章鱼烧呢 它一颗就将近一颗高尔夫球 它很大颗 比较大颗 而且呢 它的酱料都可以随便你加 比如说我点八颗 780块日币 而且它上面还有柴鱼粉 青葱 像有些人不吃葱 你就可以自己不要加 所以我可以八颗都来个不同的口味 自己加就对了 你八颗可以做自己的特调 然后比如说我要前面两颗辣味 我就加七味粉 然后后面两颗海苔就加海苔粉 就是它是客制化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章鱼烧 可以吃到你自己想要的口味 而且可以吃得很忙 虽然偏贵一点点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八种口味都吃到的话 是不是很划算 然后再来就是大阪烧的话 我也很喜欢 因为它比章鱼烧更有饱足感 因为它除了这个面糊之外 它加了满满的高丽菜 那这一家呢 这个明代千房大百招 它的料很多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上面有个虾头 它里面是一只大虾 头直接露出来给你看 然后它除了虾子以外 还有干贝跟花枝 还有牛肉跟猪肉 所以你知道你吃到那个面糊 是软乎乎的感觉 然后可是又有高丽菜的脆 然后再有海鲜的鲜甜 跟肉汁这样融合在一起 口感超多层次的 然后再来就是 你要看它这边的秀 它有个叫美乃滋光波秀 怎么样 大家有没有看到下面这个 不是都会淋上这个美乃滋吗 对 它是短短几秒用 就是服务生就拿一个高度 然后帅帅帅帅帅 就好像看到那个美乃滋光束 然后很平均的落在这个大板烧上面 超级 就很熟练很距离很远这样甩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 你视觉跟你的味觉都获得享受了 然后再来就是你除了吃大板烧之外 这家很特别 它还有高级的铁板烧 比如说鹿尔岛的和牛 铁板烧套台 超级 4500日币就可以吃到 台币大概1000多块 1000块左右 再如果放到台湾是4500台币 对 那像大板烧的话 它平均的价格是落在1200到1400的日币左右 台币大概三四百块左右 对 所以你可以吃比较平民的价格 你也可以升级到和牛套餐 所以如果我们带全家去 如果带伴你去 干脆一个人吃和牛 一个人大板烧 balance一下 全部都有口味 都有 而且价格也不至于太贵 所以你到了这大阪城公园附近 把两大大阪的美食名物都收集齐了 中午吃饱饱 下午继续走 但是我就问一下心仪 因为其实你吃饱饱会感觉想睡觉 没错 下午行程不要太累 不要累 怎么走 刚刚那四个什么大阪森林公园 太累了 太大了 我们在这个赏樱花的行程 不要动 千万不要动 连脚都不用动 可以吗 可以 因为我们带大家去搭船 船上赏 看到有多么美啊 大船的这个樱花游览船 而且重点是这个行程 它是期间限定 还有期间的 只有在就是樱花季的时候 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路线出来 是在3月25号到4月9号才有这个路线 所以期间限定 你能不去吗 动作要快 对 一定要去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大阪呢 在这个市区里面呢 就有上百条的这个桥梁跟河川 所以其实呢 在大阪呢 坐船来赏樱花 就是一个最浪漫 然后呢 又很轻松 很悠哉的一个方式 那在这边除了赏樱花之外呢 它的路线还顺便让你赏景点 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路线会经过大阪城啊 会经过天满宫啊 会经过造壁局啊 所以基本上呢 你边赏樱花 你就可以边看到这些景点 那同时呢 你就看到那个樱花呢 就搭配这个景点 非常的美丽之外呢 还可以看到那个樱花 倒映在那个湖面上的感觉 然后你这样开船过去的时候 说不定一阵风吹来 樱花还洒落在你的脸上 跟樱花打脸啊 对 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体验 那这总长呢 大概会有4.2公里 然后你大概会坐40分钟的时间 那你就看一看 刚好吃饱了 想要小睡一下 在那边睡着有点浪费 也是也OK 奢侈了 对 就是一种奢侈的浪漫 对对对对 非常的棒 那这样的一个票价呢 大概是在1800M左右 台币要400多块了 对就是所以呢 其实也不会到很贵 但是身为一个樱花妹 要给大家呢 一个更厉害的玩法 怎么样 那就是我们的大阪周游卷 省钱的方式来啦 对省钱方式 在大阪呢 它有出这个周游卷 里头呢 大概会有50个 我们平常会去的这些观光景点 这么多 通通包含在里面 你看喔 随随便便 两三个景点 就超过这个 就回本啦 一日卷的价钱了 对对对对 那如果你是很会玩 很会走像Kibble桑一样 对 很勤劳的话呢 你50个给他玩完 你就赚翻了 哎呦 这50个玩完 你那个价值可能玩到三四倍的 有可能啊 真的 省钱玩法都告诉大家了 对 我们周游卷一买了 压力就来了 压力就来了 就会感觉 怎么用比较划算 对对对对对 50个景点选择困难 小斌你推荐我们怎么走咧 我们到出去旅游玩的时候 是这个天气很好 万一很不幸的遇到下雨天怎么办 对 我们主要有点这个雨天备暗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真的很不幸 你去玩的时候又有这个周游卷 遇到了下雨 我们就可以搭乘这个古丁线 然后到这个天神桥经六丁木这边 它三号出口 你根本还不用出去 不用临到雨 直接坐电梯上八楼 去个地方 去什么 它叫做大阪生活惊喜馆 不是那个惊喜 不是给你surprise那个惊喜 不一样的惊喜 今天惊喜 就是 现在跟过去 对跟过去 它里面就是 里面就有一个复古的 这个江户时代的大阪街道展现给你看 你直接坐电梯到八楼 先拿你的周游卷 去跟他换这个门票 换完门票之后 我建议你 然后再直攻九楼 为什么要攻九楼 因为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服务 它就有一个和服租界的服务 它从每天早上十点钟开门 它每半个小时会有一场 一场会有25个名额可以让你体验穿和服 只要区区500块日币 这个周游卷就没有付了 因为你可换可不换 那一百块才可以 但是如果你穿了这个和服 人家想说干嘛 没事换和服干嘛 你去故宫博物院会没事穿个古装去逛吗 对不对 不会嘛 重点就是因为它九楼那边 刚刚讲的那个江户时代的大阪旧街景 旧街道 里面有什么杂货店 澡堂 书店 就是一比一的原汁原味的这个街景 放在那边 三月时空了 对 而且重点是你每一家店 还可以进去走走看看 有些像这个古早的这个铜腕店 还有些铜腕你是可以拿起来 戴戴面具 玩玩这个小东西 然后你就觉得仿佛你就是活在江户时代的这个大阪 这小朋友会很喜欢 很喜欢 三月就还有那种cosplay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然后呢 而且我们再花一点点 再走路大概八分钟 我们就可以到一个叫做浪树之汤的地方 浪树之汤那是大阪是一个天然的温泉 露天的温泉 然后呢 有这个室内的 然后有这个像这种一大堆什么盐浴 还有这个各间各间的做桑拿的房间 通通都有 其实还想推荐大家到另外一个景点 那就是到那个东梅田站那边 东梅田站那边因为它是一个三大 等于是三大车站的交汇口 有什么JR的大阪站 还有这个板级板神的这个梅田站 他们就在那边 因为那边非常非常热闹 等于是台北的信义区 这么热闹的地方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台北信义区 是不是有很多这个高楼大厦 什么微丰或是101 可以看很多的夜景 那当然这边当然也有 所以你到大阪的这个梅田的蓝天大厦 那它因为它是东西两栋大楼 是 这个然后中间一个这个环形的步道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绕着这个环形步道 等于它高173公尺 所以大概底下的美景都净收眼底 对不对 然后360度你可以看哪里 你如果往东的话 往奈良的方向 你就可以看到刚刚讲的这个大阪的大阪城 是 天守阁 然后还有这个JR的大阪站 如果我们在这个往南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摩天轮 天宝山的摩天轮 还有环球影城 然后如果我们往西看的话 就是往神户的方向看 你就可以看到淡路岛 明石海峡大桥 还有这个六甲山等等 如果我们再绕一圈往北看 就可以看到定川还有万博公园 所以基本上你站到那边 你把整个大阪周遭市区 你看金板神队附近的这个景 全部都一次看得够 而且因为我跟你讲 今年2023年正好是这个蓝天大厦 它的满30周年 所以一定还会有一些庆祝的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 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而且这就是周游圈可以去的地方 真的 一整天下来啊 没有花到什么钱 用周游圈全部都把它打趴了 我觉得如果小冰島的时候开团 我们跟一下 好会安排 但是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因为刚刚我们在这里玩到很晚 那接下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附近呢 周游 我跟你讲 如果你夜景看得不够 这个泡汤泡不够 还有一间饭店 度假村的饭店 非常值得一去 哎呦 就在梅田附近居然有这样度假村的饭店 还可以泡汤夜景 哪一间休息一下 大阪搭地铁赏音车玩乐全攻略啦 刚刚呢 我们白天拿着我们的周游券 小冰带我们没有花到什么钱 他说如果不够的话 晚上住在梅田的饭店厉害 也可以泡汤 也可以赏夜景 哪一间啊 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呢 就是这个大阪梅田站大厦 它旁边有一个叫阿帕酒店度假村 阿帕一般是商务饭店 它是度假村 因为它其实饭店很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今天 它竟然敢讲说酒店度假村 必然有它这个过人之处 那当然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梅田就好像是我们台北市的信仪区 有吃有喝有玩有逛 对不对 所以非常多人很喜欢住在那边 那边然后交通又方便 那为什么推荐这一间呢 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它新 到底有多新 多新 各位观众 今天现在三月多对不对 对对 它才正式开幕 大概四十几天五十天 它在2023年 也就是今年2月1号才正式开幕的 哎呦 新到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有这个运气好的话 你搞不好住进去 你闻一闻都 哎呦 好新哦 你也许是这间房间的第一个客人 有可能 那为什么叫做度假村呢 因为它这个 它是一个高楼 它总共有34层楼 就吃喝玩乐嘛 你想做SPA有SPA 想做按摩有按摩 要餐厅有餐厅 这个衣服脏了 可以洗衣服 烘衣服 要便利商店有便利商店 然后呢 就是你真的可以好好的住在那边 重点是它的房型又多 像对不对 君凯一家五口 对不对 它每次都烦恼说我这个房间到底要怎么定 对不对 它有单人房 有双人房 有三人房 有四人房 还有那种联通房 联通房 所以你可以并起来的话 我可以照顾这个一家大小 然后大家各自生活独立 不会打扰 然后但是居住地方又有 然后尤其又是新的饭店 所以它的床板的那些什么 插座啦 这个一应俱全 所以你要充任何电器 要这个上网 完完全全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 对重点你看看 交通又方便 生活又便利 住的又舒服 因为床都还新的嘛 又软又舒服 那你们猜一个晚上多少钱 价格 Apa Apa的价格都让人很期待 Apa是很便宜 但这个度假孙 一个晚上 3022 其实还好 如果它这样等级 这个3022是旺季的价钱 我们平常以前介绍 都是讲平日 平日的价钱 不含早餐 这个是旺季的价钱 所以如果你过了这个旺季之后 再去住这边的话 它大概可以2000出头 就会有一个人 所以我个人觉得相当值得 对不对 又方便 然后价钱又便宜 又那么新好不好 才刚开幕没多久 这个赏银价格贵一点点 平常的话2000多块 就有机会住到了 而且我们是住在这个 大阪的信义区 这个房价简直是比台湾的信义区便宜好几倍 交通又便利的话 那隔天要去哪里玩 Cindy 身为一个台湾的好妈妈 接下来的行程呢 我们当然就是要照顾到我们的亲子游 对不对 那有哪些亲子游呢 来到我们的湾区 大阪的湾区 有很多适合小朋友去的地方 包括了海油管 在这边有5400吨这个巨大的水槽 可以带你的孩子去看鱼儿鱼儿水中游 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这个天宝山的这个大摩天轮 而且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哦 如果呢你小朋友喜欢坐摩天轮 来到这边一定会很开心 但是最让孩子们高兴的是哪里呢 那肯定就是 环球影城 这不错吗 我跟你讲 这个不管是小孩子 连我们大人去过 我们都会疯狂这样子 环球影城呢 在这边当然有很多经典的设施一定要玩 包括了比较刺激一点的哈利波特啊 经典一定要去的 Spider-Man 蜘蛛人 还有呢小小孩会很喜欢的芝麻街的区域 或者是侏罗纪公园 这些呢都是必备要去的 但是呢环球影城在最近呢 来了一个最新景点 超红 超级厉害 那就是我们的认天堂世界 玛丽欧来了 玛丽欧乐园 超强的一个 这个玛丽欧乐园呢 真的是让小孩子疯狂 让大人也尖叫的一个地方 那你知道那个玛丽欧呢 它是完整的呈现出那个玛丽欧电丸的景象 首先你光进去入场的地方呢 你知道玛丽欧的那个场景里面 不是有那个绿色水管吗 当你入场 它就是用那个绿色水管 先通过那个长长的那个水管 走进去那个园区 光走那个隧道 你就已经很那种期待 就觉得哇就是就是玛丽欧啊 然后你走到那个园区的时候 你就突然听到音乐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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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跟我啊 我是里面的人 这样子好高兴哦 然后呢在里面园区 一定要做的这个设施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玛丽欧赛车啦 然后那个玛丽欧赛车呢 坐的那个跟玛丽欧 那个你知道游戏里面的一模一样 你坐上去之后 你觉得自己就是玛丽欧 你知道吗 然后就开始赛车 然后带上那个VR的设施的 那个设备 然后你就会生力其境 开始去闯关 然后拿东西去砸 那个里面都是那个角色什么 丢对手 完全性的就是身在其中的玩家 你就是那个玩家 玛丽欧赛车一定要玩 看整个园区 而且呢 他边游的过程当中 旁边还有一些小细节 例如说蘑菇啊 金币啊 然后那个 会弹起来 对啊 会弹起来干嘛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食人花 在你旁边这样啦啦啦 这样就觉得很可爱 走的时候要记得去排行榜 他那里有个大荧幕 有个排行榜 你刚刚不是都一直逼着玩闯关吗 去看看你的名字 有没有出现在排行榜上面 看看你是不是Mario的大玩家 很好玩 那票价呢 就是你知道 环球影城的票价 大概淡季是在8400 那旺季大概要在9400日币 这样子 那这么多设施 你说尤其最近 全部人都好去日本 日本现在是台湾 你知道吗 所以要排队排很久 那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买Fast Pass 快速通关券 大概再加1500块的台币左右 就可以有这个快速通关 非常建议大家 一定要买快速通关 还是加下去 因为你都难得去了一趟 不要浪费时间在排队上 真的 买给他后悔 不要后悔没买 虽然价格可能高一些些 但这可是很多小孩子的梦想 好不好 暑假抢先部署的话 买起来 这个很厉害 玩到乐不思蜀 你根本忘了今天的主题 我们是要赏鹰 对好不好 所以刚刚都没有樱花 来来 进去赏鹰下去 我们搭着节运赏鹰 地图继续来看到地铁站 刚刚我们到了大阪城公园站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面积最大 260公顷的万博纪念公园站 这里去哪里赏鹰呢 要去的就是 Kipo上 万博纪念公园的樱花 有比大阪城厉害吗 格局就不一样了 格局 它总共腹地是260公顷 260公顷 相当于10个大阪城厉害公园 刚刚4个 现在10个 好夸张 然后它的樱花 大概种了5500多株 比刚刚还多 刚刚3000多株 3000多 才5500 其实5500其实已经 你知道虽然腹地大 但是它那种美 可能因为它还有丘陵 然后它整个还有日式庭园 有欧式的 然后整个你知道 还有一个太阳之塔 当作是一个中心地标 所以你刚刚 这个叫太阳之塔 那个樱花 因为已经你知道 从1970到现在 它已经你知道 已经50几年 再加上它原本种植10年 所以已经是六七十年的 这些老树 老藏 那樱花你知道 那种展开的那种力道 生命力不一样 生命力真的不一样 而且那个地方 刚好是在大阪的北边 然后整个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 你一到那边 你就觉得 坐单轨列车过去之后 你已经被左边了 就是我们如果过去 如果在左边的话 你看到那公园 就觉得好棒 怎么还没到 因为太大 到了之后 其实花了250元进去 其实如果刚刚有讲的一日券 周游券 其实这个又 又不用钱 对啊 周游券超好用的 那进去之后 整个那种你知道吗 不是只有樱花开而已 它一年四季有不同的花种 不同花种 那如果在樱花季 在嗓音的这个时间 有可能你知道吗 基本上它那个花絮是这样 有10万株玉京香 同时有玉京香 好像来到荷兰的感觉 你又是日本 又是荷兰 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然后丘陵上面 又看到38万株的樱树花 还有樱树花 那个整片 因为樱树花小小的 整片看起来 好像仿佛来到北海道 有 有那感觉 我觉得那种feel 那整个感觉非常非常棒 所以到这边之后 你看光是这种樱花 赏心悦目 但是这边 你只要光是走这一圈 是 需要一点点体力 260公斤 太大了 这边常常妻离止散 是 因为 它都走丢了 对 就是常常 对 因为现在有LINE方便 对 那当然比较好找 那当然在这边 其实樱花 美到你知道吗 你知道手机什么角度拍 重点是 你一定要拍到这个太阳之塔 我觉得你才知道 这是在哪里拍的 是 不然樱花你随便拍一拍 结果看一看 也不晓得在哪里 对 那你知道它如果说夏天 还可以看到向日葵 还有薰衣草 一年世纪都有不同的花 对 所以你如果冬天 秋冬来的时候 还看到枫叶跟薄薄草 那你如果冬天 还有梅花可以看 那我们最主要是这个樱花 其实你不要看大阪 很多很多 其实很多好朋友 到大阪城 其实会忽略到 很多一些其他的公园 它还有种植更多的樱花 这里我觉得值得来一次 它晚上也可以赏樱吗 因为刚大阪城晚上有夜樱 这边有吗 也有 也有 直接走下去就对了 而且这附近还有很多商场 也好逛 也好逛 所以我觉得到这边 除了赏樱以外 晚上你如果接着到这边 逛完之后 你也可以好好到商场那边 好好休息一下 再回到你的饭店去 真的 我觉得像Kipo 上讲的 你在拍照的时候除了樱花 你地标也要拍进去 因为我们到出国 其实最重要就是炫耀 那拍完之后脸书 人家知道你到日本 对不对 对 拍照拍起来了 这边绝对好拍 好拍 花这么多 而且因为设施超多 玩一整天都没有问题 没错 那一整天下来 拔豆腰了 拔豆腰了 走这么远 小猴 美食担当 你推进我们吃什么 我发现Kipo 上介绍的 赏音几点都非常的耗费体力 对 刚刚十个大安森林公园大楼 我非常推荐来大阪 一定要去一个 就是浮夸式的那种 台北西门町的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在玉堂金县 是 的稻顿爵 对 美食聚集地 大家去大阪要购物 或吃美食必逛的天堂 对 那稻顿爵 它我介绍的这三家店 不管是谢道乐 或金龙拉面 或者你像吃的串扎达摩 它都有个特色 就是它的餐厅门口的招牌 都非常的浮夸 你看有大的帝王蟹 然后有龙 但是我要特别讲这个 将近百年历史的 这个串扎名店达摩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这个门口 你会发现到 奇怪 通常我们要以和为贵 老板应该要笑脸迎人 为什么老板怒 那么凶 因为这一间远祖名店 老板有个潜规则 它的makeup 就是你那个串扎 只能够沾一次酱 你不能咬一半对不对 然后没卫星 还要再沾第二次 让大家都吃到你的口水 然后我会推荐大家要用套餐式的点 套餐 因为比如说我们观光客进去 我们就想说 那这个串扎到底吃什么 然后要怎么点呢 其实顾名思义串扎就是把肉类 海鲜跟新鲜的蔬菜 裹上一层很细致薄薄的面衣 下去高温油炸 然后它肉类的话 比如说牛肉串的话 它下去炸 它就会咬下去 就会小心烫口 因为它有满满的肉汁会流下来 然后再来是虾子的话 它就是因为它的面衣很薄 你这样炸新鲜的大虾 炸起来的话 会有那种Q弹脆脆满口海鲜的鲜甜 仿佛感受到虾子生前的快乐 甚至它连那种小小的鞍唇蛋下去炸 都会有那个蛋汁的那种感觉 然后年糕下去炸 就是那种满满软软松软的那种绵密的口感 我在流口水了 那我会推荐它就是点这个 就是盗顿爵套餐 1400块日币对不对 它有9串 都是那种经典我刚说的鞍唇蛋 炸年糕 牛肉串炸虾都有 然后它的酱汁是属于比较偏微酸的甜咸酱汁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这种炸物会很腻口 然后它还有赠送什么呢 就是这个味噌 磨玉 炖牛筋 这是汤吗 感觉像煮餐 不然这是什么 它就有点像炖菜有没有 我听到磨玉我想说是不是芋头 其实不是 它是那个高鲜的蒟蒻 蒟蒻的 所以它是味噌酱汁 然后炖煮牛筋跟蒟蒻 然后非常的入味 非常的软 所以我都会交换吃 因为9串嘛 吃起来如果只吃这个串炸会很腻 所以我就搭配这个卤牛筋 然后是味噌也是那种比较咸甜口味的 这个套餐1400块日币吃起来 就会有体力继续赏樱花了 只要台币三四百块 你真的我觉得日本吃的 好像还蛮划算的好不好 所以在这里吃了串炸之后 当然我都已经来到稻顿厥 都来到新灾桥了 这附近当然要好好逛一逛 那逛完之后 如果我想要住在这里 到底可以推荐住哪个好地方呢 休息一下 大阪搭地铁赏樱花吃喝玩乐攻略 对我们刚刚在稻顿厥吃的经典美食 对 吃饱喝足如果我们想要轻松地 直接散步回饭店休息的话 请你这附近有没有超值饭店呢 有不仅超值而且交通很方便 重点是它很新 又是很新的 就是这一间大阪乐本饭店 它是在2022年3月才刚开幕 没有多久的一间饭店 那它的交通很便利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距离新灾桥站在8分钟 距离长枯桥站只要3分钟 那大家应该都会选择在新灾桥站 下车对不对 我跟你说 从那个站下车到饭店 你会经过它这个地下商店街道 你又有得吃又有得买 你从这个下车之后拖的一个行李 到饭店之后变两个行李 沿路就买起来 沿路买起来 不要跟他后悔 不要犹豫 然后到了饭店 check in 你可以看到这个饭店整个的感觉 走的是一种窗门激进 然后很明亮很舒适 很时尚的感觉 简约单当中又不是时髦 那你可以看到它房间 其实非常的大 对不对 很大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像这种 我刚刚说过 它CP值很高 通常CP值很高的这种房间 都是很小的 然后行李箱都打不开 它不仅行李箱打开 它还给你沙发区 而且在房间里面 它还有浴缸可以给你泡澡 你知道你刚刚去商店街嘛 商店街有卖很多那种入浴剂 那种温泉的 就买回来 晚上把它撒进去里面 直接就在房间里面就泡澡 泡汤了对不对 非常的舒服 那感觉房间很舒服 但是打开冰箱之后 你可能会有点傻眼 怎么了 哎呀 怎么只有水 怎么可以这样小气 不可以这样子 但是我告诉你 没有这回事 我跟你讲 它是在它的Lobby 有饮料 咖啡 茶 让你喝到饱 Lobby就有欢乐饱了 对 早上它的这个 是没有早餐的餐厅 但其实这一点对我这种晚期的人来说 我是非常喜欢的 它的早餐你可以选择不附 如果你要附的话也OK 它是用套餐式的 直接送到你的房间 也是一种选择 对 你把它送到房间之后 你就可以慢慢悠哉悠哉的 边化妆边吃啊 边聊个天边吃都OK 我觉得是一个很轻松的选择 对 然后它的饭店 我说它周边的附近也非常的棒 左边就Lawson 右边就Seven 还有台湾人最爱吃的Sukia 也在这边 而且它是闹钟取静 外面大条的这个街道 就是很热闹繁华的地方 它是位在一个小巷子里面 攒进去 所以你晚上 如果你是很注重睡眠品质的话 你会感觉到它的这种宁静 那像这样子住一晚要多少钱 价格呢 来来来看一下 一个晚上4300多块啊 OK啊 不过这应该也是樱花季的价格 对 是旺季的价钱 所以如果你淡季去的话就会更便宜 淡季去的话 有可能3000多块就住到了 窗明激进 而且空间如果在大阪来说算是非常大的 好不好 所以我们来到了道顿厥 来到了新灾桥之后呢 那接下来继续赏音下去 同样搭地铁电视墙来看到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呢 刚刚呢已经看了这最大还有呢这最多 接下来呢数百品种是来到了南森丁站 南森丁站到底要去哪看 来看到我们要带各位去的造壁局 问一下小猴 这个造壁局不是造钱的吗 跟樱花什么关系啊 告诉大家这个景点可厉害的 因为它一年只开放七天 一年只有七天的进去 对 而且它都会在每年的三月中旬才公告说 到时候四月份的赏音景点 是要什么时候 那么急让大家措手不急 那叫今年的气候呢 据说金板神的樱花会提早大概一周左右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锁定它的官网才知道 因为往年都是四月中旬 那提早一周的话有可能是在四月初的时候 就有可能要去这边赏音了 它一年开放七天对不对 它开放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所以白天的樱花跟夜音 就是想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景点因为一年只开放七天对不对 九点不到 满满的人潮绵延数公里 排队跟排眼障位一样 然后它这个樱花隧道它是560公尺 然后就是直直的 很像那种就是樱花它有134个品种 所以它不只是造壁局 你会觉得它好像是樱花博物馆的概念 比如说富士樱 八重樱 然后就是牡丹樱 各种的樱花 然后各种的花色有白色 桃红 粉色 淡绿色 就好像要认识各种樱花都一次满足的感觉 樱花博物馆就对了 134个品种 然后它造壁局 大家都知道是制造钱币的地方 所以它有一个钱币博物馆 就是你赏花又可以有招财 那种新春招财的感觉 你可以去无料参观 免费参观它的造壁博物馆 然后再来就是要告诉大家 虽然这个樱花隧道只有560公尺 可是你知道吗 真的大概要花一两个小时才逛得完 为什么 因为摩肩擦肿 人太多了 然后再来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景点一年只有七天 一定要把握时间 今年还没有公告是什么时候 这个可能比这个蔡依林 五月天的票还难抢 一年只有七天免费的 去那里真的可以缩嘴一辈子 真的 如果你真的可以碰到那七天的话 人品真的很好 而且旁边又有造壁局 有招财的比如很Lucky 那如果接下来的行程Kipper桑 我们想要延续这种 很吉利的感觉的话 可以怎么走 那其实散步一下可以到天满宫 那这里呢 比较特别是因为 这边除了祈求学问以外 这边还有一头牛 还有这樱花跟梅花 有可能同时可以看到 你可以赏樱 我觉得花絮 这个地方赏樱很漂亮很唯美 那这里看完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到哪里 到通天阁去了 到通天阁 对通天阁新世界 新世界 其实很多人都 我们大部分都知道道顿诀 但是通天阁 你会觉得说这个是哪里 很多人还觉得有点陌生 广起来不一样吗 这个其实真的很不一样 尤其光是它的广告看板 是全日本 这个他们特许 让他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造型 好 根本就是看板的主题乐园 通天阁 主题乐园 然后你看到通天阁它是一个塔 对 那基本上它的高度是108公尺 那它本身在去年还做了一个溜滑梯 直接从上面溜下来 对对对 超刺激的 其实很刺激 它大概只要10秒钟就可以到一楼 10秒钟落地 它基本上它的高度大概是22公尺 全长大概60公尺 那它滑下来的费用 是要费用的 要钱 是1000块 台币大概250左右 但是如果我们有那个一日券 还有我们的所谓的周游券 刚刚那周游券可以用 平日免费 省下来了 平日免费 1到5免费 对 然后我们如果要上这个通天阁的话 900块免费 所以刚刚那票券拿过来 这边都不用花钱 都不用花钱 然后你知道吗光是你看对不对 这样玩了这个溜滑梯的设施以外 这边还有一个很特殊 因为它通天阁分做两段 那再上去那一段RF就是5楼以上 是另外再加300块日币 你看那个图片的右边 有一个你知道吗 还有悬浮的玻璃步道 天风步道 有点刺激 这是网美拍照的景点 对所以你知道 底下站的地方是透明的 对 那当然穿裙子的话要注意一下 这会不会很 排队会不会很多人 排队 你假日一定人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这边有勇气站到那个位置的 其实不多 对 到一半就回来 像我可能就不敢了 真的 尤其那个展望台在5楼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它虽然高度不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什么 旁边天王寺看到长颈鹿在吃 那个树上的树 还看得到动物 因为旁边都是动物园 对 然后你在往另外一端看的时候 你就看到什么 唐吉哥德的摩天人 然后再往那边天王寺看一下 还有阿贝爷 那这里真的不错 而且这个地方 你知道那个握寿司 如果你要吃那种便宜的握寿司 克拉斯型那种 你知道它你知道吗 三个财值比150的 台币只要差不多40块 一个十多块台币 对 鲁鱼的 很便宜 那个吃到你会感动 质感新鲜的 新鲜 而且实在 那吃了会有饱足感 因为大阪人他的心胸比较 宽大 宽大 你知道东京就撞起了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 那当然我觉得到这边 除了你要吃那个所谓的 刚刚有没有榨串也有 这边其实是美食街 那你从这边 你不管是哪里 像有一个江江优果酒 江江优果酒是横丁 就是江江是什么 是他们意记以前在谈 那个大正琴的声音 江江江的 对 横丁它全部都是卖吃的 美食街 对 所以你在那边 根本如果肚子饿 铜板美食 对 那其实如果真的你会在走的话 再往北走 你就看到接到它的电器行 又买电器街 然后它那边就可以捡到很多便宜的 电器奥雷 新古的 然后你知道像iPhone的手机 中国的iPhone手机 那也超便宜 便宜 日币一万多块 过去我们到大阪很多人 就停在新灾桥 倒顿厥 通天阁原来也那么好逛 那当然刚刚这里有美食街 但如果提到美食 今天美食主算小猴了 对 这里除了刚刚的美食街之外 你现在要推荐 哪里是不能错过的吗 我推荐去大阪人的照咖黑门市场 有这个我最喜欢的污泥 生鱼片 还有帝王蟹 吃得非常的满足 大阪人的照咖黑门市场 到底怎么吃 待会小猴告诉你 还有到底会花多少钱 重点来咯 休息一下 大阪搭地铁赏樱花 吃喝完了全攻略 现在要来到了吃的部分 小猴说到这大阪人的照咖黑门市场 这里怎么吃 我告诉大家吃到爆 有痛风跟胆固醇的人 要小心渗入 所以你进去就是满满新鲜的 名物跟海鲜 那我要告诉大家 它就在日本桥站 然后10号出口 记得10号出口 走出来没多远 就可以到黑门市场 它前面它就是一个扛棒 有没有 就进去就对了 然后这一家黑门三品 我非常的推荐 这是店家的名字 对 因为它就是市场里面 最大的水产的专卖店 那我要告诉大家 它除了有生鱼片之外 我觉得烤大虾跟帝王蟹必吃 因为它的大虾就这么大一只 虾子 名虾吧 它就平均就是1500块日币 大概台币3000多块 台币300多 它的肉非常的厚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觉得大虾吃不过瘾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帝王蟹跟我手臂一样长 这么长的帝王蟹蟹脚吗 对 它就是称重的 它平均就是2000到4000块日币 然后你知道帝王蟹的肉更厚吗 那我之前有吃过那种火锅的帝王蟹 跟烤的 一定要吃烤的 因为烤的可以逼出那个蟹肉的鲜甜 然后多汁 有没有 我就告诉大家 那个光是烤大虾跟帝王蟹 就只回票价了 然后再来我很喜欢吃乌尼 跟鲍鱼的上腹大腹肉 你知道那个是鲍鱼里面 油脂最丰富的地方 它就是那种就是一吃下去 沾一点酱油 哇 那油脂整个融化 然后我这样平均吃下来 我大概花了大概8000块日币 一个人吗 一个人 可是我是点了海胆 因为你吃的食材都超好的 像这个上腹肉呢 就是2800块日币 其实不便宜 可是你知道那个鲜度 绝对让你值回票价 而且吃的食材啊 小猴介绍这家算是很高档的 里面还有很多平民小吃啊 包括了章鱼烧 大阪烧 刚提到里面也都有 这大阪人的罩咖很丰富 黑门市场我以前也去过 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就斤斤计较 因为日币比较贵 现在日币便宜就把它吃爆 最好就住在附近 早餐也吃生鱼片 小冰在附近如果有 我们想住下来的话 有高CP值的住宿吗 对 像我之前只要去大阪 如果多待几天 我一定会挑一天早上去黑门市场 去吃早餐 因为我真的觉得那边早餐真的太棒了 像小猴比较有钱 都吃那些海鲜 我就吃些可麗饼 还有炸物 也很好 也很好吃 也不错对不对 吃的就是开心对不对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黑门市场的话 我实在很推荐这一间 淡波玉树野奶旅馆 因为它这边离日本桥站 走路只要一分钟 超近 所以你再过条马路 就到这个黑门市场 大概再多走几分钟就到了 它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它的屋子里面是用日式榻榻米的 所以它跟其他的饭店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是它有日式风格的地板 所以如果正好你有小朋友去的话 你就在这个地上跑跑跳跳 蹦蹦跳跳的 然后虽然这个房间也是算是不算大 但是你要把它的这个行李摊开来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个饭店里面还有这个露天的浴场 温泉 冷泉 做SPA也是应有尽有 还有一个很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晚上会有宵夜时段 这宵夜时段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 它会提供免费的拉面让你吃 这很赞 对如果说你晚上吃一吃 然后逛逛走累了 回去泡一个汤 肚子稍微有点点饿的话 就可以来吃这个 对 那这间饭店这么好饭店 你猜住一管多少钱 来来一个晚上 大概折合台币5151 当然是好像听起来稍微贵了一点点 对但是你要知道它在一个市中心 这么热闹地点 这么方便的地方 有这个价钱我觉得不为果 而且再次强调 这是忘记的价钱 如果你是淡季的话 大概房价大概就五折六折 2000多块将近3000块也就会有了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时间的部分就看你自己做选择啦 如果你要忘记去 当然价格就高一点点 那平常去的话 价格就很划算啰 所以呢来到了黑门市场 住的也告诉大家 吃的也告诉大家 那最后还要去赏银 哪个地方还有落高呢 来电视墙我们继续看到 沿着捷运去赏银去 来到了千年股市 最古老的千年响应地点在哪里呢 天王寺站要去的是四天王寺 新营这里有可以看到四大天王吗 哎哟 真的我告诉你 那个刘德华张学友 他们可能都有去过 就是这个四天王寺 他主要拜的是佛教的四天王 然后位置就是在我们JR县的天王寺站 那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 它是千年古寺来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它是日本佛法里面 最早的一间寺庙 现在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古色古香 一进去就仿佛走进时光隧道 感觉一样的一个寺庙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赏到 100多颗的樱花 那这边樱花非常的漂亮 主要都是集中在 他们的叫做吉乐禁篤亭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怎么样的樱花搭配呢 包括了樱花搭配着非常雄伟的这个寺庙 或者是樱花搭配着五重塔 或者是樱花搭配着日本的沙的庭园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平常你感觉起来 会在京都看到的这样子一个樱花的景象 现在你不用去京都了 你在大阪就可以看得到 而且重点是 因为这里是四天王寺对不对 他除了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 这个樱花的景色之外 在这里被日本人称为叫做能量之地 怎么说 在这里他供奉的就是个旧式观世音菩萨 那如果你有什么心愿 据说这边非常的灵验 然后你看这个入场费只要300M对不对 说明拜完之后回到台湾 哇 赚300万 哎呦 那样持回票价了 对 持回票价 来这边看樱花然后来拜拜 好 所以最后压轴呢 就来到这个千年古庙来赏樱啦 只是呢今天介绍那么多景点 最后呢就各位安排一下 到底这行程可以怎么玩呢 好 我们可以安排一个自由行四天三夜的行程 第一天我们就来到大阪城赏樱 有水路空的玩法 那第二天呢就到超人气的大阪环球影城玩一天 第三天呢可以到万博纪念公园赏樱 幸运的话你可以去那个七天限定的大 造幣局 对 然后在第四天我们可以到我们的黑门市场吃到宝 到四天王室来祈愿赏樱 哎 不过现在重点就来了 这四天玩下来到底要花多少钱 大家都知道现在去日本很贵对不对 对哦 但是我们安排的行程这玩下来花的是三万四千块 一个人三万四千多块啊 主要是我们机票是连航 然后我们非常聪明的使用了我们的周游卷 所以啊我们这里因为是樱花季节 所以我们住宿的费用比较高一些 一个人大外三万四 如果你不要是赏樱的旺季去的话 可能省下来三万块以内有机会达成 这是自由行四天三夜 那如果跟团 Keebo 上 跟团如果赏樱现在怎么操作 其实如果团体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国航 它的来回机票是两万八左右 所以成本很高 对 那现在我们其实基本上团体都是比较算是游览车在移动 所以一定会加金板省 京都大阪跟城户 那你知道怎么玩呢 一到了大阪啊 我们就可能又要去大阪城 水上巴士啦 然后呢 赏樱之后我们还会去哪里 我们还去哪里海游馆啊 摩天轮啊 天宝山的 然后还做什么 圣玛利亚号去游港 玩的不一样 玩的不一样 回来之后呢 可能京都的话 我们去清水寺 京阁寺 对 也去赏樱花 也有 然后最后呢到神户啊 我们还到哪里 我们要去摩塞哥广场 然后再去那边北野艺人馆 也是看看樱花 晚上再吃个牛排 和牛 对 所以加一加 多少钱 丰富的行程 台币大概要五万多块 所以如果跟团的话呢 可能大概五天四夜五万多块 但玩的东西更多一些些 也很不错 那自由行 自由自在 价钱少一点点 其实也很棒 今天就提供给大家 感谢我们的专家来宾 今天提供的宝贵意见啦 这个大阪呢 搭捷运赏樱曲提供给您 感谢您的收看 牛排金淡号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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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